每一个灾难都不要浪费掉 利用这个灾难好好改变 这个学校的处理的机制 每个礼拜 社会上都会发生很多 跟心理有关的时事 方医师从神经心理学的角度 来加以分析 加以探讨 想要从医学的角度 来了解人生的问题吗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分享给所有的亲朋好友 让我们一起提升台湾的医疗文化 那首先 最近台北市 某个高中 发生了一个特教生 不服老师的管教 然后就攻击老师 产生一些受伤 那这个老师是一个代课老师 然后他被打 然后心理跟身体都受伤了 那教育部说 这个学校没有正确的交接给这位老师 这个代课老师不晓得 这个班上有这么危险的人物 所以这个学校要反省 那我就这个新闻 我有几个观点 来跟各位分享 首先 你说 教育部说 学校没有正确的交接 那假设我们回到现场 今天这个科任老师 跟这位代课老师说 我跟你讲 班上有一个学生 你要特别小心 他很危险 他会骂人打人 他会乱叫 所以你要特别小心 所以你甚至要穿防弹衣 你要带电极棒去 你要通知训导主任 你不要惹他 你不要跟他对抗 好像要上战场一样 要做这种交接吗 在国外 在美国学校 如果遇到学生 有不服管教的事情 老师是不去直接处理的 他直接就是跟校长报告 那校长就把这个小朋友 带到校长室里面谈 你不要让教书的老师 还要全副武装 然后带电极棒自保 这个不是学校老师 应该要去学的事情 一旦发生这种 甚至有危险的状况 学校应该马上 有专业的人员介入 而不是叫每一个老师 都练习如何跟特教生相处 练习柔道 练习自我防伸素 然后每个人穿防弹衣 甚至带电极枪 这是我们要每个老师做的吗 那因为我们以前都说 很讨厌教官 就把教官都收起来 那学校有没有专门负责 训导的那个事情 结果我看到影片 从头到尾 学校有派专业的人员来处理吗 也没看到 所以教育部要建立的机制 第一件事情就是 班上如果遇到 类似危机的事情 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 第一时间该通报的 学校内的专业人员 让他用专业的方法处理 那一般的人 我们一般的人遇到这一种 我们叫做 impulsive的 冲动型的过动额 冲动型的ADHD 因为不是每个ADHD都是那种 这么冲动的 他算蛮冲动的 那叫什么意思呢 我们一般遇到挑衅 我们的大脑会去判断 那我们的前额叶 方医师提到前额叶 多巴胺购的前额叶 他会去分析理性判断 他还可以讲道理的 可是ADHD也就过动 自律力不集中的 他的多巴胺发育比较慢 所以他的前额叶 没有办法启动 甚至在紧急状况 压力状况 他的前额叶是关掉的 那他关掉了以后 就完全失去理性了 而且比那个 平常更没有理性 简单的讲 就像动物一样 你刚方医师提到 那个情绪脑 完全的发作 所以变成像一头野兽一样 发泄到底 所以你看到这位学生在班上 他从一开始用吼的 然后开始动手动脚的 他开始打人的 他如果没有做到累 他是不会停下来的 那我们平常在家里 遇到一些冲突的场面 你是不是看到有些小孩 或者是长辈 他们一旦生气了之后 完全失去理智 完全没办法沟通 然后一定要把家里的东西都砸烂 如果没有砸烂 没有砸到累 他没有办法停止 一直要有人把他压制 或者警察来了 跟他对峙压制 他才觉得累了 是不是都这样 那既然这个是一定的发声模式 表演模式 我们没有专业的人 怎么去跟这种 已经产生这种状态的人对峙呢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对峙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用理性沟通 因为他已经关掉他的 前一页理性沟通的大脑了 所以这时候已经不是用理性沟通的时候了 事情已经揭幕了 已经打开了 除非自己有本事 可以跟他安全的打一架 安全的压制他 我这里是没有办法去面对的 最好的方法 或者说最理性科学的方法就是什么 把自己变成空气 远离是非的现场 让这一位已经发飙起来的人 不管是你在路上看到的 还是你在那个冲突现场看到的 好像面对一群空气 不要有人特别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现在在干嘛 你们这么没有礼貌 我跟你讲 所有这些理性的指责 或沟通 全部成为爆发点起火点 所以这时候有些北八的人 他以为说可以沟通 不行的 大家要成为空气 让他发泄完了以后 这一股精力发泄完了以后 他自己会停下来 你只要保护好自己 或保护到别人 那不要发生什么惨案 这样子就让他的体力 精力脑力用掉以后 他自己会平静下来 所以沟通只给能够沟通的人 而不是给那个不能沟通的人 所以发言是这里 应该有两大重点 这个新闻事件 我觉得教育部 不能够再赖给老师说 交接没有很完整 你没有准备电极棒是你自己的错 应该每个老师发电极棒 让每个老师可以保护自己 不是这样子的交接吧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 当老师发现了这个学生 很奇怪的时候 对抢的时候 然后这个学生就跑到前面来 跟老师眼睛对眼睛 你知道那个狗要咬人的时候 如果你一直看着他的眼睛 或那个熊 那他就会攻击你 因为他觉得这是一种挑衅的行为 那老师是一个大人 他根本不示弱 他就跟他眼睛对峙 然后这个小朋友 就开始准备动手动脚 所以如果你今天把他当一个病人 你就示弱 你就不要看他 你就跟他往后站 你就保持距离 你甚至老师冲出去都可以 虽然看起来 好像不像是一个大人的行为 但是方医师看来 这是正确的行为 这种示弱 是一种有勇气的示弱 是一种理性的示弱 而不是说跟他对峙 有时候我们在路上 遇到一些所谓的 再生气的人 你不是要跟他去对峙 这都会可能产生悲剧的 所以以后我们遇到坏事 坏人 我们要理性的示弱 我们要理性的逃避 我们要把自己当空气 然后让这个愿气下来 你的一言一语都没有用 这很重要 第三个 学校要建立一个 保护老师的机制 让老师跟学生 遇到冲突 遇到危险的时候 可以马上联络的电话 像我们医院里面 有时候现在都会放 那个暴力的电话 也就是发生暴力事件的时候 应该马上联络的电话 那台湾的这个学校里面 每一个班级 我不敢讲多少 从两个三个五个六个的 那个情绪不稳定的学生 过动我的学生越来越多 那也不要把所有的责任 都放在老师的身上 老师的工作是去教学的 他不是去处理这种特殊情况的 所以你应该在每个班上 甚至每个同学的手机 或老师的手机 或者教室的角落 都要放一个电话 那个电话的号码 然后大家可以马上联络 专业的人员来处理 这样好不好 我们每一个灾难都不要浪费掉 利用这个灾难好好改变 这个学校的处理的机制 那我们自己也要小心 不要去面对这种 像火球一样的 然后会烧到自己 所以这个案件是有意义的 不要浪费掉这个意义 第二个跟我们医疗制度有关的 就是说挂号费没有设上线 以前是有设上线的 像方医师有开一个特别门诊 然后就要去申请增加挂号费 因为我要让病人得到比较好的 这个门诊的服务 门诊服务最重要就是时间 那像在国外看一个病人 被规定至少20分钟 就算是来拿药而已 说他没事 高血压拿药 也要看20分钟 太少也不行 太多也不行 就是20分钟 然后他们看病 走到门诊进去 就是100美金 如果专科医师 可能到400美金 像神经科医师 在美国可能就要400美金 如果要看大咖一点 要1000美金 门诊 400美金是多少 1万多块 那就有台湾看门诊是多少钱 200多块 那医生拿多少钱 医生这200多块是给医院的 医生再打折再打折 因为现在 那个点值是打8折的 之前要掉到7折多 后来发现 你越打越多折 然后最近 为什么不有改成9折 这个打几折 有他们定 好像你买了一个东西 到底会给多少钱 不一定 所以台湾的医生跟护士 就是闷着头在做 都没有人抗议 然后不断地从9折 8折 7折 结果整个医院很拼很拼 你知道那个毛利率多少 1到2% 平常看到医院满满的 竟然连严重奖金都分不太出来 那方医师看那个门诊 因为是社区医院 其实很多人坐高铁 从中南部来看病 结果方医师拿多少钱 你知道吗 81块台币 不到美金3块 然后有一个美国人 一个美国的人来看方医师门诊 然后他就说 他希望像电视上什么 可以跟我多聊一点 我说 我只有拿 他也是很惊讶 拿不到3块美金的门诊 要跟方医师聊久一点 后来方医师就去申请了一个特别门诊 然后看10几个人 结果去申请特别门诊的挂号费 他说 不能够超过一般门诊的两倍 其实这交给市场就好了 因为老实说 普通一般的医生 有一般医生的本事 厉害的医生 有厉害医生的本事 这个是事实 尤其是神经科 从普通的神经科 到很厉害的神经科都有 因为这不是看高血压痰尿病的问题 这是看更复杂抽象的神经精神的问题 所以你就交给市场来决定 你不要说一律其头式的平等 不能超过过耗费两倍 那你所谓的国际医疗 这些都不用做了啊 你知道在泰国啊 他们做国际医疗做到啊 整个东南亚甚至中东的病人啊 都千里迢迢到泰国 去看国际医疗 如果泰国的卫福部规定说 过耗费不管是国内国外的 不能够超过两倍 那他们就不用做了 他们可能是比一般公立的门诊 不知道是20倍到100倍了啊 但是还是门停落势啊 泰国师去参观过 里面一进门口 有各国语言的导览啊 他有韩国翻译 日本翻译 英文翻译 什么什么翻译 已经配备在门口 让你自己选的哦 所以完全没有负担哦 但人家做到这个地步 如果你这样搞 卫福部说 只能够挂费说两倍 那台湾还可以搞国际医疗吗 那这个社会已经上一代 就是这个老的这一代 钱已经很多很多了 有时候真的 我讲实在话 认真花都花不完啊 结果年轻人苦哈哈 两万三万 然后还要去抽健保费 那年轻人都用不到 然后因为他们身体很好嘛 都缴钱给 这些已经很多很多资产的老人 然后大量的使用健保费 你不是觉得很奇怪吗 所以不要再抱怨说什么 穷人看不起病了 在美国 你随随便便保险 就是欧巴马保险 连到医院骨折 只能够照X光的中等级的 都要一个月 要三万块台币的 欧巴马基本的健保费 一个月三万块 那你就不用讲更贵的这个保险 那美国贵成这个样子 一个医生一个早上看五个病人 连我们南方的国家菲律宾 你以为人家很穷 人家走美国体系 一个早上也是看五个病人 台湾方医师 一个早上可能八十个到一百个病人 所以这种差别之大 但是我看一百个没有比人家五个多 因为我从八十块开始算起 所以我们要反省要检讨 你如果觉得像在美国 美国穷人 或者是无业游民 他们进去看病是不用钱 有可能 政府会帮你买单 但是有钱就是要很贵 就是一般人或有钱很贵 然后呢 这个后半端的 这个弱势的主群 甚至是免费的 所以你要搞清楚 那台湾啊 不要走这种棋头式的平等 每次都以为涨价涨价涨价 那穷人就看不起 穷人看不起 政府就大方的补助嘛 补助到他们完全没有负担嘛 让穷人就很轻松的 都不用花钱的去看病嘛 但是你不要把那种 有钱想花钱的人 都没有钱花嘛 就要那些都花什么地方呢 就去买健康食品 健康食品一买 买个几千块几万块 那拿来我门诊 我说 方医师 这个可不可以吃 我说买多少钱 几千块几万块 我说我看门诊 才八十块 你多看几次比较重要 你去买这些 我也都不知道怎么说 一个带子的健康食品 那这个是台湾畸形的医疗 所以我们真的不能够在 在这种奇头式的平等下去了 你说这家医院 瓜费调到三千块好了 人家以价质量 人家那个医生真的是有本事 才赶完三千块 那三千块我跟你讲 还是满的 好不好 所以 如果你今天生的重病 你需要看到这个特别的医生 这医生时间能力也是有限 他不是超人一样 可以看24小时的 所以你就要花钱去买到好的服务 好不好 你不能够说 我要去买个手机 然后政府规定 所有的手机只能够卖五千块 不能够超过五千块 这不是正常的国家 好不好 有钱人想要买五万块的 就买五万块 要买一千块就买一千块 这才是正常的国家 OK 以上是我们今天的 这个什么 侏罗纪十四公园的分享 想要从医学的角度 来了解人生的问题吗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分享给所有的亲朋好友 让我们一起提升台湾的医疗文化